4亿年前,脊椎动物登上了陆地 1亿年前,脊椎动物飞上了天空 1961年,脊椎动物进入了太空 1991年,一群红色的脊椎动物却选择了原地自爆 它、苏联,一个被人遗忘的强大存在 而在所有评价苏联的声音中 普京的那句话是最准确的 不怀念苏联的人没有良心 想回到苏联的人没有脑子 苏联,全称俗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这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超越种族与国家主权 以纯粹的意识形态为纽带联合起来的政权 但是,截止到1991年12月 那个屹立于世界之巅的红色巨人 终于在众多欧美豺狼的拼命撕咬之下 轰然倒地 莫斯科红旋落地,举世皆惊 而这已经过去30年了 自此,掌控着媒体界的欧美媒体们 便开始了无休止地对苏联进行抹黑 直至今日 而在苏联倒下的前一秒 留给世人的是这冰冷而又热烈的数字 1989年的苏联 陆地面积2240.22万平方公里 排名世界第一 1989年的苏联 拥有2.867亿的人口 排名世界第三 1990年的苏联 GDP约为2.66万亿美元 排名世界第二 是美国的一半 1990年的苏联 发电量为1.79万亿千瓦时 排名世界第二 1990年的苏联 拥有4500架大型运输机 排名世界第一 1988年的苏联 军队数量达到了549万 排名世界第一 这时候已经是濒临解体的苏联 巅峰早已过去 即便这样 它还是拥有让世界颤抖的力量 强大的基础教育与基础的科学研究 让苏联在数学 理论物理 天文学 化学等领域 领先于世界 所以 即使到了今天 苏联亡了30年 美国电影里的大反派 也依然是俄罗斯人 纵使俄罗斯的实力 到现在已经跟美国 差着一个数量级 美国人却依然畏惧这个对手 像三体里所说的 在宇宙中 最高的敬意是感性杀绝 此时此刻 有些骨灰级便有 肯定会迫不及待的要反驳 但你们记住 乳苏的本质是在数美 你可以无情地批判 苏职宗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 白骨累累的卡丁森林大屠杀 但是 你不能否认苏联的强大竞争力 苏联有很多黑点 但是一个能跟美国竞争半个世纪的国家 一定是做对了一些事情的 不然 它怎么直到今天 都让美国心有气起烟 难道美国怕的 这是苏联的核武器 坦克核潜艇 苏联陆军能威胁到的 只有欧洲 而核战争打起来的几率 非乎其微 让美国人恐惧苏联的根本原因 更在于 它拥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这个是苏联的核心 是苏联强大的由来 对于现代人来说 可能体会不到 当时苏联存在 给劳动人民带来的鼓励 简直就是一剂强行针 它的存在证明了一件事 劳动人民从不低渐 没有了资本家 没有了贵族皇帝 没有了王侯将相 劳动人民 一样可以创造出伟大的成就 毕竟 在苏联诞生之前的几千年里 历史不过是王侯将相的 你方杖罢 我登场而已 那苏联的号召力 到底强到什么程度 从上世纪30年代以后 美国和欧洲 就始终被苏联的情报系统 渗透得跟筛子一样 可这些间谍 并不是用钱来收买的 而是由大量支持 共产主义的人 自愿组成的 苏联对美国情报 早已是到了 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曾经著名的曼哈顿计划 由于保密级别过高 即便时任美国副总统的 杜鲁门也不知晓 还是在罗斯福去世之后 他才知道 美国在搞原子弹 当波子弹会议上 杜鲁门跟斯大林说 美国正在研制 威力巨大的武器 斯大林呵呵一笑 杜鲁门以为 斯大林土包子 什么也不懂 但实际上 斯大林不仅知道曼哈顿计划 就是通过苏联在美国的间谍 刺探到的消息 理解了这种现象 你就应该明白 美国和苏联之间 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假设苏联不是苏联 只是沙俄 那这场斗争 完全没有必要发生 因为地球足够大 融得下两个大国 而全球争霸 对于这俩超级大国 其实极其死耗 中间消耗掉的财力 人力物力 是我们现在都难以估计的 而冷战之所以会爆发 就是因为 美国和苏联这一对 人类现代文明的双生子 走到了一个 决定人类命运的路口 两个国家都十分自信地认为 自己坚持的道路 是最正确的 并认为自己有义务 且有责任 带领全人类走向幸福 所以如果单纯地将美苏冷战 看成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争夺 其实是看变了 这两个伟大的文明 资本主义社会 追求的是高度的自由 民主和人权 而共产主义 追求的是高度的 公平和解放全人类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 这两者是矛盾的 所以才有了两者之间的竞争 1947年到1991年 这短短的不到50年的时间里 确实是人类历史上发展 最迅速的半个世纪 在这段时间里 两大阵营为了证明 谁是更好的社会制度 而进行了空前的争夺 这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可以说 在人类千百年的斗争史上 没有比冷战更伟大的斗争了 在这期间 美国和欧洲的贫富差距 始终保持在了一个相对低的水平 欧洲建立了完善的福利制度 二战前 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被溢丝而光 那也是苏联最全胜的时期的苏联 到底有多强大呢 苏联脱胎于产弱的沙皇俄国 却靠着劳动人民的双手 成为了欧洲第一工业国 抵御住了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一次次的侵袭和掠夺 使之成为了世界各国 劳动人民所向往的匪帝 在二战时期 正是这个当时被欧洲各国 所敌对的红色国家 将他们从法西斯的魔爪之中 拯救了出来 强红旗插在了柏林的城头 在科技方面 第一个载人火箭 第一个人造卫星 第一个空间战 是苏联的科学家 和苏联的航天英雄 努力的成果 他们为人类 扣开了通向宇宙的大门 同时在西方所谓的强化体制里 苏联获得了15个诺贝尔奖 440名奥运金牌 从现在西方全面制裁 俄罗斯的行为看来 其实就能亏得一二 因为他们内心深处 比谁都懂 那时的苏联科学家们 不仅仅是苏联的英雄 更是人类的英雄 是伟大的心驱者 在生活方面 如今996都算是福报 但在当时的苏联 采取的可是8小时工作制 保障了打工人的福利 而8小时工作制 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则是 使得每一位打工人 获得了充足的休息时间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于是在当时的苏联 基本上人人都会拥有一些 自己的爱好 比如芭蕾 比如创作等等 于是这又间接地提高了 公民们的文化素养 在医疗方面 苏联实行的疗养制度 虽然受众群体极少 但苏联的地方医院的水平 也是极高的 在赫鲁晓夫时期 甚至治愈过癌症 在教育方面 苏联也是欧洲的甜花板 培育出了大批的化工学家 数学家 设计师等等 也正是良好的教育 才使得苏联的军工体系 独树一致 诚然 在社会生活中 苏联的商品种类较少 样式单调 但这并不表示 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低 有数据显示 在冷战时期 苏联的棉布 糖 乳制品的产量 都是世界第一的 而且 酒精类饮品和肉制品的消费量 也是世界第二 我不认为 一个缺一小时 恶福遍地的国家 会形成出这样的数据 在苏子宗斯大林时期 苏联人民在温饱线上 而到了苏玉松 赫鲁晓夫时期 苏联人民的生活 在不断地提升 这使得赫鲁晓夫 有底气与尼克松 发生了著名的 厨房论断 而论断主要围绕着 人民的住房问题展开 此时的苏联 已经在逐渐地 普及赫鲁晓夫市的 公寓住宅 虽然这种住宅 千篇一律十分呆板 但却在根本上 解决了问题 而美国则是富人的天堂 穷人的住房 得不到任何的保障 哪怕你的租金 或者贷款晚还一个月 房东和银行 也会使得你流落街头 资本主义 没有感情 只有利益 彼时双方的社会生活 各有优势劣势 美国人 有充足精美的商品供应 而苏联重在公平 没有贫富差距 和阶级壁垒 而美国人生活的缺点 是有轴期性的经济危机 以及失业风险 比如碰见中东石油危机 这种事情 就有点搞不定 经济的优势始终是巨大的 其八十年代的美国工人 和白领生活质量 甚至好于现在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 是一个过于超前的体制 带来了内部的资源配置 极不平衡 军工业绑架国民经济 百姓生活水平 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 长期停滞 缺乏选择和享受 这也是八十年代末 苏联大城市市民 支持解体的主要原因 在平权方面 冷战更是把整个地球的 平权作用按了加速键 自苏联诞生以来 大量的女性走向了街头 参与到社会生产的队伍之中 而美国为了对标苏联 先是积极废除 自南北战争以来 持续百年的种族隔离制度 黑人开始自由呼吸 这跟冷战的大背景 密不可分 曾经雄霸几世纪的奴隶制度 也在美苏竞争的道路上 全面崩盘 民族独立成为了主旋律 全世界的人们 都开始拿起武器 反抗殖民者和压迫者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 美苏背后的支持 总之 冷战的世界 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双方斗的你死我活 却也精彩万分 那是一个现代化 全面普及的时代 一个资本家 不敢肆意剥削工人 一个全球化 不敢剥削第三世界的时代 是一个人类 正在逐渐摆脱锁链的伟大时代 而这样一个时代 却坐在了核战争的活摇筒上 毁灭可能就在下一秒 所以光明的进步 与最黑暗的现实同时存在 这就是冷战的矛盾性 但这个巨大的矛盾 却在30年前 伴随着那个 敢于为劳动者说话的强权 一同烟消云散了 一家独大的美国 再也没有搞过 阿波罗这样的疯狂计划 因为没有动力了 这个世界 也像拖了枪的野马一般 国与国 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 急速扩大 阿菲特索罗斯 这种资本大鳄 扶摇之上 曾经热烈欢腾的 第三世界国家 也因为这个内阁的原因 归宿在西方国家的脚下 在全球化中 被剥削的勇士不得翻身 即便是现在的俄罗斯 竞争了部分的一波 但却也成为了一个 跛脚的巨人 在经济上 可谓是一塌糊涂 当然 对于苏联曾经的黑历史 我也无意替他洗白 改批判的 一定要批判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 苏联精神的正义性 所以 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苏联什么时候最强大 蓝传说武力 毫无疑问 伯列日涅夫时期 是最为强大的 毕竟 八一军严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苏联真正强大的时期 却是在伯列日涅夫之前 以列宁为代表着 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们 那时的他们 还是全世界无产者的老大哥 是劳动者的避风港 但是 后来的伯列日涅夫 和格尔巴乔夫 却对自己曾经坚持地 产生了动摇 当精神一旦开始了分裂 表现出的行为 也在开始脱轨 当他们选择 对曾经的东方阵营的兄弟们 动刀子时 这个曾经武力指顶破天的他 已经沦为了 没有灵魂的躯壳 即便到了解体的那天 他的军队 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 可一个背叛信仰和灵魂的国家 必然会被历史 摒弃甚至淹没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